铁汉康熙化身电小二 在周部忙前忙后 却一直遭到三得子的阻拦 要知道 我们的万岁爷从小养尊处优 这当老板都是头一遭的事 虽然之前积攒了一些乞丐的经验 可在干活跑堂这方面 还是有些不足 不但帮不到大家 反而添了不少乱 接到任务的康熙 激动的跑去拿云豆 很快 就提着一个袋子出来 乙飞打开一看 立刻笑出了声 错了 这是黑豆 牲口吃的 也不能怪康熙不认识 毕竟他之前见到的 都是煮熟的 作为皇上不认识这些 也是正常 可康熙却是懊恼地叹了一口气 自打开了这周铺 我搅着自个儿又傻又笨 你不笨 得看干什么了 乙飞刚安慰完康熙 就看见了一位不速之客 于是 立刻撵他去了厨房 原来是之前那位 目中无人的小丫鬟 乙飞也没看他好脸色 而这丫鬟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叫来了三得子 包下了整个周铺 还让他把雅间打扫干净 说一会儿 有贵宾过来喝粥 没过多久 丫鬟就带着花痴小姐 来到了康熙的周铺 而乙飞一眼 就看出来来者不善 立刻吩咐小桃红 去厨房拖住康熙 不得不说 女人的第六感 还是非常准确的 这位苏州知府的先进 的确是跑来跟他抢老公的 可还没等小桃红进厨房 康熙就自己跑了出来 本来正兴致勃勃的 跟一飞讲着熬州的门道 结果一抬头 就发现有一位绝世美女 就盯着自己看 这一眼 让康熙直接忘记了一切 看来 我们这万岁爷 是即将沦陷的节奏 钢铁直单康熙 正抱着板凳百米冲刺 原来 是他拥有了新的目标 这位大美人来头可不小 是江苏知府的女儿 只不过 这位花痴小姐 有些特别 第一眼就看中了康熙 还一直让丫鬟各种打探 其实 这完全没有必要 只要他站在康熙面前 就能勾走他的魂 这不 两人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康熙就表现得十分激动 身旁的依妃就看不下去了 他跟前有凳子 一句话 就让场面陷入尴尬 康熙抱着凳子放也不是 不放也不是 依妃就明显是吃醋了 察觉到的花痴小姐 也是立刻就开始挑衅 她嘴上说着话 眼睛就一直盯着依妃 看来 这注定会是一场恶宅 花痴小姐在丫鬟的搀扶下 进了雅间 康熙的事件 也一路跟随 等人家关了门 她才醒过神来 立刻叫小桃红进去伺候 结果 小桃红还没进门 就被丫鬟赶了出来 我们小姐脾气不好 挑人 你过来吧 是我吗 对呀 把维军解了 进去吧 坚持行行 因为立刻对三得子 疯狂失眼色 三得子 也是立刻就反应过来 小婉拒 结果还没说两句 康熙自己就先表了态 你看看这 随刻人怨吧 随刻人怨 果然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看康熙这迫不及待的模样 完全不像是随刻人的怨 更像是随了他自己的心愿 康熙 也是麻留都就解下了自己的微血 怀着期待的心情 打开了雅间的大门 三得子本来还想跟着进去 直至丫鬟直接把门给关了 一飞的粗坛子 彻底被打翻 小桃红 这开的还是粥铺吗 康熙正在尝试聊妹 结果这妹子一张口 就把康熙给问住了 佛家有八宝 你这八宝是什么呀 康熙大脑飞速运转 约了半天 指挥大说 八宝粥里有枣 康熙说一句 这位小姐就回一句诗 看来 这小姐不仅长相绝美 而且还饱多诗书 康熙被她完全吸引 聊着聊着 就自觉地坐到了 花痴小姐身边 既是个卖粥的 就只有客人坐的 哪有 康熙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有点失态 立刻又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花痴小姐看她慌张的模样 十分满意 喜欢她还来不及 当然是舍不得她一直站着 于是就随便找了个借口 让康熙坐下来 钢铁指南康熙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让小姐尝一尝八宝粥 花痴小姐拿起勺子 精勉一口 立刻给出了评价 现在苏州 很难喝到这等境界的粥了 康熙还以为 她是在说苏州太雄 别家澳洲 都不会有这样丰富的材料 我只是说 现在苏州 很少有这么下功夫 来做粥的人了 食不厌精 快不厌细 谁能说 做这普通的吃食 不能显出境界来呢 康熙越听越心虚 感觉自己不是这小姐的对手 担心她一会儿 再问出什么问题 自己会答不上来 于是立刻落花而逃 跑出去求助伊菲他们 她这是考状人的 我说一件东西 她就给你银上了一行诗 这句句有来处 康熙表示 这枣子莲子之类的诗句 她还能对上几句 可这要是别的材料 她还真没把握 赶紧叫来三得子 问她出门的时候 有没有带学唐诗 三得子都无语了 提醒康熙 出门是有任务带 怎么可能会带唐诗 咱出来不就是为了开个粥铺吗 您别一天的诗啊 诗啊 全都弄乱了 过不得那么多了 你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没想到 康熙还是个恋爱脑 完全把自己微服私访的目的 忘得一干二净 那么 康熙能否成功 俘获美人的芳希 这个我们下集再说 喜欢的话 就点赞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大家